要说这回熊出没原始时代当中最吸引人的 还得算是全新加盟的宋佐儿了 这次的配音经历也是让她十分的难忘 我们的栏目也是特意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 今天跟随我们的镜头 听听有哪些幕后故事和我们分享 东方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宋佐儿 此次的熊出没原始时代中 全新出现的小狼女飞飞一绝 让不少人印象深刻 而为飞飞配音的正是宋佐儿 我根本不是什么山中霸王 你帮我拿勇气果 我呢带你去找同伴 我们俩搭档肯定有前途 虽说片中的小乃音谋话众人 但是宋佐儿自己却表示压力很大 非常别扭 我自己就经常记皮疙瘩的起身 而且经常破音 因为本身那个声音 就不是太像我自己平常的声音 所以对有点困难 那不知在熊出没系列电影的一种角色里 宋佐儿最喜欢哪一个呢 其实我一直挺喜欢光头抢的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搞笑 如今影片上映在即 宋佐儿也有分享了 他加盟这部熊出没原始时代的缘由 我觉得这是一部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去看的一个电影 而且我觉得支持国产动画片是我觉得一个我们都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包括我觉得不管是从制作上面还是从剧情上面 我都觉得非常感谢也非常支持这个我们所有幕后工作人员的用心 包括我们两位导演 过年嘛就是要有一个活动是适合大家一起去看的 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电影也都大家都赶在这个过年的时候上映 但是可能就家里有小朋友的啊 或者是有老人的 大家去选择一个轻松的电影一块看 所以我觉得对于是大家的一个好选择 我不是 小鬼